谁会想到这个年轻貌美的女子竟然在医院死于滴血糖 这本就不是什么致命的病 然而死者在临死前给妹妹发的一条奇怪的短信 更是让人一上加以 难道这就是解开死因的密码 元宝们又又又到了你们最喜欢的探案时间 时间2018年1月3日 地点辽宁省安山市 一大清早小青被医院来的电话惊住了 医生告诉她 她的姐姐小丹不行了 速来医院 小青顿觉眼前一黑 姐姐只是滴血糖晕倒了住院而已 怎么可能死了呢 这时她突然发现手机上有一条未读短信 最后的那句话 妹妹记住这串字母 M Y X W Z 既让人觉得莫名其妙 又让人有些毛骨悚然 短信是在七个小时前 也就是凌晨的时候 姐姐发过来的 这意味着这时姐姐还活着的 但她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看那个短信的时候就觉得一点头绪都没有 你看不出来 很失望的 里边还有恨 但至于说因为什么 因为谁 是被谁欺负了 这个点 当小青赶到医院 医生给的初步判断是姐姐小丹死于低血糖病发症 姐姐打小就有低血糖的毛病 小青是知道的 每隔一两年也会因为这个毛病进一次医院 包括这次住院也是因为前几天的一次晕倒 但要说姐姐死于低血糖 小青却完全不能相信 她以来说这个病绝对不会死人 低血糖的症状非常的明显 如果严重的时候呢 冒冷汗 手抖 恶心 不过一旦发生这种情况 我姐肯定会告诉她 只要一杯糖水 蜂蜜 都可以救活 再不行就是马上急救 那不是特别急的病 死的太奇怪了吧 是的 低血糖并非什么凶险的大病 症状明显 发病只需要补充点糖分就够了 再说了 当时小丹的丈夫赵信成就守在他身边 并且赵信成是一个相当有经验的医生 一旦有意外 按理说马上就能抢救回来的 之所以能提出这么专业的问题 是因为小丹小青是医学师家 父母都是当地小有名前的大夫 小丹小青自己也都学过医 一堆学过医的人会让亲人死于低血糖 而身为死者丈夫 同时也是医院大夫的赵信成 却说当晚小青一直很安静 没有哭闹 没有呼救 没有反常 难不成是医院用错了药才导致这个情况 医院不想背这个锅 于是申请了尸检 如果病例没有任何问题 那小丹就是正常死亡 但小青一直坚持 姐姐的死因一定大有蹊跷 不然不会在深夜发出奇怪的短信 医官谨慎 M Y X W Z 到底是什么意思 尸检果然减出了蹊跷 死者体内的胰岛素 超过了正常值300个单位 而正常人的胰岛素 只在5至25之间超标了几十倍 这个膝态看 一场情况 人体分泌多少胰岛素 跟该对应的多少膝态 这个膝态呢 正常 说明死者 自身分泌的胰岛素正常 那么这么高的胰岛素 高出品质倍 从哪来的 这肯定不是医院的问题 也就是说 小丹体内过多的胰岛素 是有人夹击去的 医院说不是他们干的 那是谁 那一只手在小丹身边的丈夫信成 会有线索吗 为了给死去的小丹一个公道 家人决定报警 而下在此时 小青也破译了 LYSWZ这一团密码 原来 他是姐姐小丹电脑的开机密码 小青在小丹的电脑里 有了惊人的发情 在姐姐小丹的电脑里 有一段不同寻常的 为爱鼓掌的视频 而视频中的男主角 正是小丹的丈夫找信成 而女主角却是另有其人 男的我肯定是他 女的不认识 脸被打破了 但绝对不是我姐 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 就觉得特别肮脏 不堪如目 跟以前的两个人的印象 简直就是派出两个人 我姐肯定是被设计着了 要不然他也不能给我发这个短信 他肯定就是因为这 早已出轨 有专业知识 又一直在小丹旁边 这一连串的不同寻常 让赵信成的作案嫌疑 大大增加 但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我也跟我朋友说过 信成这孩子 他不是那种人 因为啥 他是我从小看到长大的 孩子在上大学的时候吧 我也经常见过这孩子 给印象也挺苦 是挺踏实 没想到这孩子 能告诉这种事 太对不起我们群娘了 小丹妈妈的说话 赵信成出身贫寒 能成为医生很不容易 平时对人低调热情 而他与小丹是从学生时代一路走来 都快十年了 小丹的父母也不愿意相信 平时看中的女婿会是杀女真凶 此时 民警则在医院的监控中发现了一场 事发当晚 一个神秘的女子在小丹的病房外 徘徊了很久 期间还打了一个电话 然后在心事重重的推门进去 但没过几分钟 这名女子就慌慌张张的快步走了出来 离开了医院 接着午夜时分 一个身着白大褂的男人 形色匆匆的走出了病房 去了厕所 几分钟后 又原路返回 小丹一看 这人不就是自己的姐夫赵新成呢 奇怪 明明病房就有卫生间的 他为何要舍尽求远 他不是说自己片刻不离小丹左右 当晚他没见到过其他人来 但为何对神秘女子的到来 只字不提呢 经医院护士辨认 这名神秘女子 不就是经常找赵新成大夫看病的女病人 我们只能算是朋友的朋友 因为我们之前见过几次面 吃过几次饭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男人 很成熟 然后也挺会关心人的 原来该名女子原是通过熟人介绍 来找赵大夫看病 但没想到赵新成温柔体贴 一下子就让她纯心大乱 就借过时常来找她 这男人都是属猫的 文件兴哪能不想去偷的呢 于是在某一个下午 赵新成单独给该女子好好地打了一针 原本她只当是一场男欢女爱的游戏 但谁知该女子居然当真的 每次赵新成给她单独打针时 她总爱拍些小视频 直到打上瘾之后 她又说 你离婚吧 我要天天跟你在一起 天天打针 其料该女子也是个痴情女 居然把打针的小视频发给了信成的妻子小丹 并且在言语之中极尽挑衅之能事 透着胜利者的趾高气扬 而小丹正是在看到这段视频后 被气到旧病复发 赵新成慌忙把妻子送到了工作的医院 在病房里无人的时候 赵新成急忙认错 希望妻子原谅自己 但谁知小丹却发下了狠话 他不仅要离婚 还要把视频发给医院的领导 让他身败名列 眼见出身寒威的字疑 好不容易挣来的社会地位 很可能岌岌可危 赵新成起了杀心 案发当晚 他趁人不注意 将大量的胰岛素注入了妻子小丹的药液中 最终导致小丹急速昏迷竟而死亡 而他则旁边袖手旁观 眼见无力回天后 才想值班护士护士护士 至此案件算是告破了 但细心的元宝们一定还有个疑问 那就是当晚小三为何会出现在医院 关于这一点 他是这样解释的 我打过一次电话 他说如果你要真想弄在一起的话 那你就到医院来一趟 我们把话当面跟我老婆说清楚 然后我就过去了 但是让我过去之后 他对他老婆说他根本不爱我 他就是说让他老婆怎么样原谅他 虽然说他是背对着我们 但不过从我这个原谅 他还能看到他呼吸 他一定是活人 他一直在求他老婆原谅他怎么样 但不过我觉得他们婚姻已经没有出现了 其实我就感觉他们婚姻已经抱走了 听到这里 我似乎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抱信成叫小三去医院 并不是珍惜要谈事情的 是不是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嫁祸给小三 然后来个一十二鸟 两个女人都解决了 而自己则完美单身 你们觉得呢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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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